同学们好,继续学习收入 我们收入确认计量无法模型 那第一步是识别合同 识别合同这部分我们继续往下看 第三是合同变更 你开始有合同 后面因为情况的变化 出现了变更 那合同变更呢 我们在处理时是有三种情形 一个变更的合同 是一份单独的合同 就是原来是原来的 我们变更新的是新的 那第二个呢 是原合同终止了 把原合同已经履约部分终止 然后及新合同定立 那新合同定立时 应该考虑到原合同 没有履约部分 这是第二个 后面大家会看到 那第三呢 是作为原合同的组成部分 所以我们看 企业应当区分 下列三种情形 对合同变更分别进行会计处理 有三种情形 一 合同变更增加了可明确区分的商品 及合同价款 且新增合同价款反映了新增商品单独售价 那这个将合同变更部分作为一份单独的合同 你变更是有明确区分商品 也有自己的价款 并且这个价款就反映我们新增的单独售价 那就是个单独合同 原来是原来 新的是新的 所以可明确区分 那就是单独的 商品明确区分 你的单独售价 你又反映它单独售价 价格反映单独售价 所以这个就是合同变更部分 我们要作为单独合同 那我们看第二个 合同变更不属于刚刚一规定的情形 且在合同变更日以转让的商品 或以提供的服务 与未转让的商品 或者未提供的服务 之间可明确区分 应当视为原合同终止 同时将原合同未履约部分 与合同变更部分 合并为新合同进行会计处理 那这个说的 变更这部分 也有可明确区分的商品 那一种情况就是说 价格没有反映单独售价 那这是一种 那就不属于一 一是要求反映单独售价 那现在的价格没有反映单独售价 这样的 我们就要怎么做 把原来的合同 已经履约部分 结束了 然后把原来合同 没有履约部分 跟新的 合同里的商品 合在一块来处理 这我们后面通过例子来说 当然另外还有 比如说 我们原来的一共是一百件 当时每一件的价格是二百 由于市场发生一些改变 那现在呢 是说 我们变化了 一百件 已经是 约了五十件 为了跟客户维系好的关系 我可能把价格降下来 原来是二百 变成一百八 那也不属于一啊 那我们也是 原来说原来的 那你新的 说新的 那你后面 比如说每一件一百八卖 前面二百 已经卖掉了 也是这种情况 所以这里面 可明确区分 你未转让的 跟原来转让的能够分 我们新的也能够分 那原合同终止 原合同未履约的部分 与合同变更部分合并 来进行处理 所以这个呢 情形包括 一个是增加可明确区分的商品 那你增加商品 未反应单独售价 原来的价格 每一件二百 我新的这一部分一百五 没有反应单独售价 这样就要求你原合同 剩下的部分 和我们新的这个合同 你合在一块 算它销售额 除以总的数量 要按照一个新的价格 去后续确认收入去 就是我们后面通过例子 会看到这一点 那第二种情况还包括什么 没有增加可明确区分商品 我商品没增加 原来的已经 有一部分卖了 一部分没卖 但原合同 未履约部分价格变更了 人家提出 你看市场上 都有一些替代的商品了 你价格不过降下了 我以后不跟你合作了 那你说同意 那这种变化 也是属于第二种情形 商品能够区分 那不过属于第一种情形 你按照这个来 因为它商品是能够明确区分的 我们看第三 合同变更 不属于上述一规定的情形 与那一也没有关系 且在合同变更日 以转让的商品 与未转让的商品之间 不可明确区分 分不开 那应当将该合同变更部分 作为原合同的组成部分 进行会计处理 由此产生的 对确认收入的影响 应当在合同变更日 调整当期收入 那这个没有办法分 比如说我们现在 为别人建造的办公大楼 办公大楼呢 后面会说 它是一种组合产出的 构成单项的原因 那办公大楼你不能说 一共12层 建了6层了 我上面6层 底下6层 能够什么明确区分 说窗户门 什么能够明确区分 那不可能 它是个组合产出 那如果说 我们现在把办公大楼 原来是平顶的 现在合同变了 变成尖顶 那这种情况 大家可能也都见到过 原来是平顶设计 后来改成尖顶 那这个呢 变完之后 可能合同的总价也要提高 但是相应的成本也可能会加大 那我们在处理的时候 要做为原合同组成部分 它只是构成一个单项履业义务 我们后面通过例子再说 如何去确认收入 怎么个调法 要调当期的收入 所以 不是属于轻轻一 那以转让的 跟未转让的没法区分 那只能作为原合同组成部分 由此产生 对于确认收入的影响 合同变更当日要调整当期收入 那下面我们看 合同变更是否 已经各方批准 否没有经过各方批准 经各方批准之前 不会对这合同变更进行处理 不算数 你要经过批准才有效 说是 经过各方批准了 该合同变更是否增加了 可明确区分的商品及合同价款 且新增合同价款 反映了新增商品单独售价 说又增加了可明确区分商品 你比如说我们卖的商品 多少多少件 那当然每件每件之间 肯定是可以区分的 新增合同价款反映没反映 新增商品单独售价 如果反映了 那是个单独合同 你合同变更部分 新的是新的 原来是原来的 这种情况 原来商品对外出售是单价多少 你按原来的单价确认收入 新的按照新的单价去确认收入 因为它就是个单独的 那接下来呢 如果说不是 不是我们再去判断 在合同变更日 以转让的商品 以未转让的商品 是否可明确区分 那如果说 是可明确区分的 能够分开的 又不属于第一种情况 那一个就说 那你增加了商品 有新增的这一部分 和原来的也能够明确区分 但新增的就没有反映 单独售价 这什么意思 我市场上单独售价 卖一百九 一百九 我新增这部分就一百四 那肯定不行 没有反映单独售价 这是一种 我们的做法是 原来已经履约部分结束 你原来价格按照多少卖呢 就要是那个确认收入了 之后我们新的这一部分 跟原来没有履约部分合在一起 重新的算单价 以后再卖商品时 按新算出的单价 去确认收入去 这是一种 那刚刚谈到了 这第二种情况 还有 就是我原合同 一百件 当时的价格每件十二百 已经履约了 五十件还剩五十件 那由于市场上出现了 可能替代一些产品 客户说 那一部分虽然没有履约 价格能不能降下 那我们也同意了 要不然以后不跟我们打交道 说好了 每一件降到一百六 那你后面的五十件再卖时 每一件当然一百六来 所以这是属于第二种情况 那下面第三 实际上就说 肯定是商品啊 以转让部分 未转让部分 没有办法明确区分 那这个呢 是将该合同变更部分 作为原合同的组成部分 进行处理 它是构成单项履约义务的 构成单项履约义务 我们比如说是 给人建造办公大楼 那是按照履约进度确认收入 既然 你变更的 这一部分是原合同组成部分 构成单项履约义务 由于有新增 有 合同的收入对价 当然有 估计的 要增加多少成本 这些都有 所以我们由此 按履约进度确认的收入数 跟原来的就不一致 所以你要调整收入 并调整 相应的销售成本 是这样一个概念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叫财的利益三 A公司与客户签订合同 每周为客户的办公楼提供保洁服务 合同期限为三年 客户每年 向A公司支付服务费十万块钱 每年是这样 假定的该价格反映了 合同开始日 该向服务的单独售价 在第二年末 合同双方对合同进行了变更 将第三年的服务费调整为八万块钱 假定该价格反映了合同变更日 该服务的单独售价 那当然说这个保洁的服务人 对方也都同意了 我们给说降下来 第二年末 第三年服务费就调整为八万了 同时呢 以二十万元的价格 将合同期限延长三年 那假定呢 该价格不反映合同变更日 该三年服务的单独售价 那即每年的服务费六十六七万 二十万除以三 于每年年初支付 上述价格不包含增值费 那现在我们就要看 合同开始日 A公司认为每周围客户提供保洁服务 那是可明确区分的 这个没问题 但由于A公司向客户转让的是 一系列实质相同 转让模式相同 可明确区分的服务 把它作为单项履约义务 这个我们后面 在确定履约义务时 会提到这一点 就是说实质相同 转让模式相同 我们不要再分这个合同里 还有哪些承诺 你作业做保洁 我是拖地的服务 擦拨类的服务 那这些我都分 也能分 但是出于成本 效益原则不分 我都把它作为一个承诺 来算 只能这个问题 这叫单项履约义务 在合同开始的前两年 继合同变工之前 那A公司每年确实收入十万 因为当时说的 收入每年是十万 那接下来我们看合同变工日 就说现在有变工的问题 在第二年末时 双方合同进行变工 体力谈到 那第二年 我们知道还有一年没完成 已经履约了两年 还有一年没完 然后新增的这个三年 能够跟前面的 还剩下的一年 当然都能够明确区分 这没问题 但没有反应单独售价 没反应单独售价 你不能说 好第三年我确认收入 说八万就八万 那不行 因为新增的这三年 没有反应单独售价 那我们怎么办 原合同 没有履约部分 第三年的八万 你要和后面三年加起来 一共是二十万 合在一起 二十八万 然后剩四年 这样每一年确认的收入数是七万 那这个问题 这就是 原合同 没有履约部分的价格是八万 我们新的呢 一共的价格是二十万 二十八 二十八除以四 那等于七万 所以 问到第三年的时候 应该是确认多少收入 是七万 而不是八万 我们接下来再看下面一个例题 假公司承诺 以每件二百元的价格 向乙公司销售 一百二十件A产品 产品在六个月内 转移给乙公司 假公司在某个十点 转移每一件产品的控制权 一共的是说 一百二十件A产品 当假公司向乙公司 转移了六十件A产品的控制权后 合同进行了修改 要求向乙公司 额外交付三十件产品 即总数为一百五十件相同的产品 原来一百二十件 再加三十件 而这额外三十件产品 并未包括在原合同中 因此这里面有一个合同变更的问题 就是当 人家已经卖出去 60件A产品之后 一共一百二十件 还剩六十件 这个时刻 我们变更了 说再增加三十件 那我们分情形来看 情形一 当合同被修改时 针对额外三十件产品的合同 修改价格是额外的 五七零零 这五七零零总数呢 也就是三十件 每件是一百九 五七零零 然后说 它反映修订时的单独售价 也认为这个时刻一百九 能够反映单独售价 那这个呢 我们新增三十件 那你跟原来的合同 当然名积区分 反正都为A商品 按多少多少件 那当然能够分开了 并且 我们新增部分 能够反映新增商品 单独售价 那这个合同修改 就是一个新的 原来是原来的合同 新的是新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 原合同还剩六十件没卖 以后卖掉时 每一件是按二百元确认收入 而针对这三十件 以后卖的时候 每一件是按照一百九十 去确认收入 就这样一个概念 一个说一个的 但是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情形二就不同了 在协商购买额外三十件 产品的过程中 已公司发现 已收到的六十件产品 存在独有的瑕疵 那已收到六十件 有问题 那甲公司 您这些劣质产品 向客户进行赔偿 承诺每件产品 优惠是三十块钱 合同双方新增 每件产品的价格是一百六 这个新增合同价款 不能反映新增商品单独售价 没有反映单独售价的 我们在处理的时候 原合同终止 那你说原合同 对于呢 原合同 没有履约的 和新的要合并 作为一个新的合同 所以我们看一下 在对外三十件产品销售 进行处理时 每件的这里面 谈到的一百六十块钱 并不反映这些额外 产品单独售价 那你又不能说 以后这个三十件产品 卖掉时 我们每一件都按照 一百六十确认收入 因为没有反映单独售价 所以就要求 原合同旅行的说原合同 那我们新的 要重新计算 它的单独售价 怎么个算法呢 原合同 未履约部分 加上新合同 那整个未来销售额多少 除以总的数量 这样来算 要合并吗 说对于已售六十件 存在瑕疵的A产品 优惠一千八 因为不说吗 当时啊 每件要优惠三十块钱 还有六十件 这个应该要充减 当期销售收入 因为你要出现问题了 那相当于给人一个折让 折让也是主义可变这一架 充减发生折让 当期的销售收入 你不要去影响后面的销售商品的收入 你后面卖时是后面的时间 这个是属于原来的商品存在瑕疵 这一块要充填他的收入 那我们接下来说以后 再去卖商品 我们一共还有九十件 原合同剩下六十件 新合同现在有三十件 未履约部分 原合同的销售额 应该是二百乘以六十 我们新合同的三十件 每件一百六 这是原合同 未履约部分和新合同 整个的销售额 我们现在总的数量是九十 原合同六十件 加上新的三十件 这样的话 我们算出来的剩余产品单独的价格是一百八十六点六七 也就是说 以后再卖商品时 那每一件确认收入 按照一百八十六点六七来计算 并不像我们第一种情形 原合同是二百件 然后新合同说一百九十件 不是那个概念 所以这叫怎么合在一起的事情 我们接下来再看教材的例四 二零某七年一月十五日 以建筑公司与客户签订了一项总金额 为一千万元的固定造价合同 在客户自由土地上建造一幢办公楼 预计合同总成本为七百万元 假定该建造服务属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的履约义务 并根据累计发生的合同成本 占合同预计总成本的比例确定履约进度 这是说在一个时段内确认收入 要算履约进度 原来叫完工百分比 我们现在说的是履约进度 截至二零某七年末 以公司累计已发生成本四百二十万 履约进度 是用已发生成本除以合同预计总成本 我们体里告诉了合同预计总成本七百万 当然后面 我们还会谈 说合同预计总成本怎么算 应该是到资产负债表日 已发生成本 和完成合同将发生成本来计算 那比如我们这个题目 开始时预计总成本七百 但是你到某七年底的时候 不见得是七百了 某七年底比如说 已发生成本四百二 预计完成合同还将发生成本三百万 你到年底重新估计 预计将发生的 那这个合同预计总成本 就是七百二十 不是七百 不是开始预计的 我们这题目呢 没谈那么多 那就认为 预计总成本没变 那这样算的履约进度 比如说你完工了百分比多少 四百二十除以七百 百分之六十 这样呢 你公司在某七年确认收入 合同的 总的金额固定造价金额是一千万 乘以 履约进度百分之六十 那就等于六百万 这是在某七年末确认的收入 然后20某八年初 核动双方同意更改 半公楼屋顶的设计 就像我刚才说的 平顶变坚顶 那核动价格和预计总成本 因此而分别增加二百万年和一百二十万 你屋顶设计 这一部分 不能说 我们的商品 已经履约部分 未履约部分可以明确区分 区分什么呀 都是一个办公大楼啊 都是办公楼啊 没法分 所以 这个只能作为原合同组成部分来考虑 那按照变更后的 你再看说到这个点上 该确认多少收入 跟原来的不一致的就要调 但是你在调收入时 也会涉及到与相关那些 费用调整的问题 好我们看一下 在本例中 由于合同变更后 你提供的剩余服务 与在合同变更日或之前 你提供的服务不可明确区分 分不开 它是一个组合产出 只能是构成单项的业义务 因此 以公司应当将合同变更 作为原合同的组成部分进行处理 我们看合同变更后的交易价格是1200 原来的是1000 合同变更平顶变坚顶 又增加了200万 我们看这个时刻 那你要确认的收入数 就是以发生成本420 除以呢 合同预计总成本 这个时刻预计总成本700 是原来的 加上合同变更新增加120 那我们重新估计的履约进度是51.2% 那如果说要确认收入在这个点上 合同总的收入1200 乘以51.2% 那这是614.4 但我们原来确认的收入是600 你们前面不说吗 你当时207年确认收入600 所以这个14.4 你什么时候变更的 我们要调这个时刻的收入 不是往前追溯啊 你以前的 那个年的已经结束了 我们是208年变更 那变更调变更当期收入 在前面曾经跟大家谈到过 不要轻易的老想着前面 我们真正要调 七初调上年 那调你非常的严格 不是说你想调就调的 那一般情况下都调当期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这不就调变更当期收入了吗 那下面有一个问题解答 那么后面我们书上的例子呢 还牵扯到 到底这件事情是合同变更 还是可变对价 因为可变对价是在后面 我们才能进行学习的 但是书上的例子 在这部分有了 所以还是有必要先 知道一下 合同变更和可变对价 是怎么回事 这就是一个问题解答嘛 企业如何区分 交易价格的变动 是属于合同变更 还是可变对价 我们看什么叫可变对价 可变对价 能够合理预期 合同双方均可能对合同价格提出调整 那是可变 比如说 涉及到 有现金折扣的问题 你开始的时候 合同开始日就有 你再比如说 给客户可能有销售折让的问题 可变对价 我开始时可能就知道 以前也都市场都给折让 比如给百分之十五 那你这种情况 合同开始日就有这个事 这就处于折让 我后面就会给提供 这你可变对价的问题 折扣折让 那还有像涉及到 买商品有奖励积分 以后奖励积分可以兑换商品 这你都在合同开始日 就能够定的事情 不是后续的事情 价格发生的变动 叫可变对价 那所以这个 合同双方 就有可能对合同价格提出调整 比如说折让 人家是原来你给我百分之十五 要我听说你给别人百分之二十 你给我调成百分之二十 那你也同意了 哪一方可能都提出 可能涉及了一些调整的问题 我们在合同变更 合同变更主要体现为 需要合同签订双方 重新谈判修理 那这个事并不是在你最开始的 合同开始日就有的 你是重来的 可变对价这件事情 是你在合同开始日的时候 就一个变的 一个价格 我销售商品客户可以退货 有多少退货率 我得先估计 确认收入 还要考虑它 那就是可变对价 说在合同开始日 根据其所获得的相关信息 无法合理预期的 由此导致的 合同各方达成协议批准 对原合同价格做出的变更 那不属于可变对价 应作为合同变更 进行处理 但你看合同开始久没有 根据所获得相关信息 没有预期这个事 那你对原合同的价格 进行调整 那就是属于 这么合同变更的事情 不是可变对价 可变对价这件事情 在合同开始日 根据相关的信息 那我知道 比如说 那奖励积分这件事情 我都说好了 买商品 要有多少个积分 这些 那属于可变对价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教材的利益 5 假公司与客户 以公司签订合同 在一年内 以固定单价100元 向以公司交付 120件标准配件 没有折扣 折让 等金额可变条款 那当时就说好没有 如果开始没有 以后提供了 那单说 那就变了 因为这些条款没有 且根据 假公司已公开 宣布的政策 特定声明 或者以往的习惯做法 等相关事实和情况表明 假公司不会提供 价格折让等 可能导致 对价金额可变的安排 就没这个事情 然后假公司向以公司 交付60件配件后 市场新出现一款竞争产品 单价每件65块钱 我们原来固定价格是100 现在市场出现竞争产品了 单价65 为了维系客户关系 假公司与以公司达成协议 说将剩余60件配件的价格 降为每件60 原来150降到60 已转让的60件配件 与未转让的60件配件 可明确区分 假定不考虑 亏损合同等其他因素 所以现在就形成什么情况 我没有新增的事情 是把原来的条了 肯定不属于第一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说我有新增 是可明确区分的 已转让未转让可明确区分 这个有 然后说我新增的商品 没有反应单独售价 那是反应单独售价的 我没有这个东西 没有的就是看第二种 那第二种讲的 只要不是第一种 商品能够可明确区分 已转让未转让可明确分 那就是这个 那第二种情况是说什么 原来说原来的 比如原来60件 每件100结束了 不管了 那剩下的这一部分 是一个新的合同 那我们剩下的这一部分 是原来的呗 新合同每一件不就60 这是一个变更 因为并不是说 在合同开始 我就知道以后的 价格下降能够到多少 开始没有 没折扣折让 什么都没有 最后本例中 由于合同无折扣折让 等金额可变条款 那根据呢 假公司已公开宣布政策 特定声明习惯的做法 这些情况表明 它不是可变对价 那是合同开始日之后 情况的改变导致的 因此我明确 这个呢 不属于可变对价 并一直属于合同变更 整个这个变化 与我们合同开始日 没关 那你确定不了的东西 合同变更 这样已转让的60件 每件是100块钱确认收入 没有转让部分 以后转让时每件60元确认收入 这就合同变更 那相当于我们的 合同变更的第二种情形 就说的是这个问题 我们怎么就确认收入去 原来的 按原来的 新的是 新的合同来确定 我们进来再看 教材的例 第六 20年1月1日 甲公司与客户 乙公司签订合同 在一年内 以固定单价100元 向乙公司交付 120件标准配件 甲公司以往的习惯做法表明 在该商品出现瑕疵时 将根据商品的具体瑕疵情况 给予客户价格折让 所以这个价格折让的事情呢 在合同开始日 是有的 企业综合考虑相关因素后认为 会向客户提供一定的价格折让 那你合同开始日 要存在价格折让这件事情 属于可变对价的事情 那合同开始日 甲公司估计将提供300元价格折让 我开始估计 那你300元价格折让 就不能说把它记录到交易价格里 因为交易价格是你预期有权收的对价 你提折让你收不到钱了 但是我们记住交易价格是考虑的 20年1月30日 甲公司向乙公司交付60件配件 那假定乙公司已取得60件配件的控制权 甲公司确认多少收入 60件每件是100 没有折让情况下的收入数 但是呢我们这个折让数要扣了 因为这个折让300是针对于120件 我们现在是已经转让60件 那客户取得60件的控制权了 所以300乘以60除以120 确认的收入数是5850 就是有这种折让 我们后面学习时会见到 当出现可编对价 你要把它记录交易价格 以后确认收入时不能说充 就极可能不会发生重大转回 所以你必须收入不要确认多了 把这个折让 相关部分扣了 20年1月31日 乙公司发现配件存在质量 瑕疵需要返工 甲公司返工处理后 乙公司对返工后的配件表示满意 那咱们看说 甲公司对存在质量瑕疵配件 提供的反共服务 是保证销售配件符合既定标准 它属于保证类质量保证 不构成单项旅业义务 也就是说关于产品质量保证 构成不构成单项旅业义务 我们是分呢 有法定质保有服务性质保 服务性质保 我们后面会谈是构成单项旅业义务 只要构成单项旅业义务 我们要把交易价格 就要按照单独售价比例 分到各单项旅业义务 但如果不是属于 服务性的质保 法定质保 那执行的是货有事项准做 我们前面也曾经谈到过货有事项准做 就是预提产品质量保证费应的 处理方式 现在我们看2020年1月31日 为了维系客户关系 贾公司按以往的习惯做法 主动提出对合同中120件配件 给予每件三元的价格折让 那一共是三百六 就变了 该折让符合贾公司以往的习惯做法 贾公司与乙公司达成协议 通过调整剩余60件配件价格的形式 提供价格折让 即将带交付的60件配件的单价 调整为94 那就说一件呢 是属于6 调降低6 有60件吗 360 所以这种情况 它就不是属于那种合同变更 也就是说你开始日 合同开始日 就有这种折让的事情 是存在的 那后面折让的数字 发生了一些改变 那属于可变对价的一些后续变动问题 不是说 我当时没有折让这个事实 不像上一个例子 没有折让折扣 这些都没有 那这个有了 所以我们要说本例中 甲公司后续实际给予的折扣 与初始预计的折扣差异 属于相关不确定性消除而发生的 可变对价的变化 而非合同变更导致 这个应该把这合同可变对价 后续变动 按照那个进行处理 不是属于合同变更 那甲公司在交易价格发生变断的当期 将价格折让增加是60 因为原来的是300 现在是360 我们60分摊至 以交付的60件配件和尚未交付的60件配件 因为本身增加是针对于全部 以交付的60件配件的销售折让变化 要充减当期收入 因为毕竟那一部分已经交付了 那收入已经有了 我们要充减 所以这一部分呢 就是60除以8 这是件数 而我们现在呢 由于折让一共增加60 要给它去分到两块 一个是以交付部分 还有一个尚未交付部分 以交付部分30充减收入 那甲公司在以公司剩余60件配件 你卖给以公司的时候 就以公司取得控制权势 那你相应确认收入 我们再看教材的利期 甲公司与客户以公司签订合同 为其提供广告投放服务 广告投放时间 为20年1月1号至6月30号 投放渠道为一个灯箱 合同金额60万 合同中无折扣折让等金额可变条款 也未约定投放效果标准 且根据甲公司已公开宣布的政策 特定声明 以及以往的习惯做法等相关事实和情况表明 甲公司不会提供 这说价格折让等安排 没有这个事情 那如果以后有价格折让 并不是与合同开始日相关的事情 都算合同变更 所以你看可变对价的话 一定是在合同开始日的时候有这个东西 后续的价格发生变动的 那属于可变对价 要注意区分这个事情 这个没有价格折让的安排 双方约定 20年1月至6月 以公司于每月月底支付10万块钱 广告投放内容 由以公司决定 那对于甲公司而言 该广告投放 为一系列实质相同 且转让模式相同的 可明确区分的商品 那也就说按照单项履业义务来处理 我们前面也谈过这件事情 接下来是不是广告投放以后 由于出现外部突发的原因 周边人流量骤减 乙公司对广告投放效果不满意 那20年3月31日 甲公司与乙公司达成了广告投放服务补充协议 且双方已批准执行 我们看说假定分以下三种情形 这是在1月1号到6月30号的原来 已经过去了三个月 那现在我们看怎么说的 这是20年3月31号达成的协议 情形一 对后续广告服务打五折处理 即20年4月至6月 客户于每月月底支付5万 那这种情况呢 它不属于可变对价 合同开始没有这东西 一定是合同变更 那合同变更我们怎么处理呢 原来那三个月已经过去了 那你现在剩下这三个月 跟原来的当然能够明确区分了 哪个月哪个月当然还是能够分的 那我们也不存在着新增的事情 说是不是反映单独售价 所以合同变更肯定不是第一种情况 那就是第二种呗 以转让的跟没有转让的 能够明确区分 不是第一种情况 就按第二种情况呗 第二种情况说原来是原来的 新的是新的 那你新的清新一 四到六月每个月 按照五个块钱去这收入就完了 那我们再看情绪二 增加广告投放时间 继合同期限延长至 20年8月31日 那就说给延长了 原来四到六个月 现在延长到8月31号 又延长两个月 但合同的总价六十万不变 客户于四月至八月 每月底支付六万 那还是那三十万呢 每月支付六万 所以这种情况也是啊 还是属于合同变更的第二种情形 原来的结束 心安心的来 既然每月六万 但每月确认收入就六万 我们再看情形三 增加广告投放媒体 既从20年4月1日起 至20年6月30号 甲公司为乙公司提供两个灯箱 来投放广告 在新增的灯箱上提供的广告服务本身 是可明确区分的 合同总加六十万元 和付款情况不变 假定甲公司为提供广告服务 而占用的灯箱不构成宿令 就不属于宿令 不考虑其他因素和相关税费 本案里不涉及亏损合同相关会计处理分析 这样我们看对于情形一 刚刚也跟大家分析了 它不是可明对价 它就是合同变更 因为这件事情与合同开始没有任何关系 然后也谈到 这个合同变更到底是哪种情况 不是第一种 因为不涉及到新增的反应单独售价的问题 没这个事 所以就那合同变更的第二种 第二种是原来的说原来的 那你剩下的这一部分 如果有新增的跟新增合起来考虑 没有新增的那就剩下这一部分 所以剩下部分自己说自己的 也就是说剩下的三十万 四月一号到六月三十号 那你确认收入去 一共呢十五万倍 或者说你每个月相当确认收入五万 就这样了 那情形二也是一样 它也是属于合同变更 与可编对价无关 因为同样也都是与合同开始没有什么关系 那这里啊 说假公司成果增加服务时间 原时间并未形成组合产出 不存在重大修改定制高度关联 是什么情况下呢 不把他们合在一块作为单线履业义务 这本身也是这么回事 因为这个问题 我们后面谈到履业义务时会讲 在这个就大家有这么一个了解就够了 但如果说要有组合产出的 重大修改的高度关联的 那还不是了 还必须单线履业义务来对待 所以这个不是 能够分开 我们看到合同变更 增加可明确区分 广告投放时间 服务时间 没有新增合同价款 所以在这段时间呢 就是4月1号到8月31号 我们在这段时间 确认收入30万 相当于每个月 确认的收入6万 这是情形2 那情形3 加以双方批准对合同范围做出变更 你增加了广告投放的服务范围 新增了 那当然也是属于合同变更 同样但是没有新增合同价款 可明确区分 没有新的价款 所以就属于我们合同变更的第二种情况 原来的结束 已经履约部分 然后你新的 出新的 那这个呢 就是4月1号到6月30号 我们确认的收入是30万 那还是相当于每个月 确认10万的收入 是这样的情形 我们接下来看18年考试的单选题 2017年2月1日 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了一项总罗 为两个亿的固定造价合同 在乙公司自由土地上 为乙公司建造一栋办公楼 截至2017年12月20日止 甲公司累计已发生成本6500万元 2017年12月25日 经协商合同双方同意变更合同范围 附加装修办公楼的服务内容 合同价格相应增加3400万 甲林上述 新增合同价款 不能反映装修服务的单独售价 这是一个干扰的 那你看我们附加装修办公楼服务 这实际上是跟原来的 没有办法区分 只是原合同组成部分 说下列各项关于上述合同变更 会计处理表处中正确的事 合同变更部分作为单独合同进行处理 根本不是 单独合同一定是 已转让的跟未转让明确区分 并且新增的这一部分呢 能够反映单独售价 那这个 不行 B呢 合同变更部分作为原合同组成部分 那这一定是原合同组成部分 研究说根本就不能明确区分 C呢 合同变更部分作为单项履约义务 与完成装修时确认收入 那我们作为原合同组成部分的话 这是一个组合产出 应该是按照履约进度确认收入 不是装修完成时 肯定也不行 D 原合同未履约部分 与合同变更部分 作为新合同进行会计处理 因为它是不可明确区分的 所以不存在的这种情况 我们B是正确的 那这节课给大家介绍的是属于合同变更 然后我们要注意合同变更呢 设计三种情况 第一个 就是说你新增部分跟原合同 可以明确区分 这商品可以明确区分 新增部分能够反映单独售价 这是一种 然后第二种情况 那也就是说 不是属于一的情形 但是要求是可明确区分的商品 你转让部分 未转让部分可明确区分 那如果有新增部分 不能反映单独售价 没有新增部分 也要求原合同 跟新的 呃 原合同 以履约部分 未履约部分可明确区分 那这种情况 我们就是说 怎么做 原合同终止 以履约部分 原来 价格卖多少 按照多少执行 不动了 我们新合同 如果有新增的 那原合同 上位履约部分 跟新增的合在一起 再去算单价 如果 我们没有新增的 这种商品 那你原合同 未履约部分 他自己考虑的 单价 来进行确定 那另外一种 就是说 我们商品 以履约部分 未履约部分 不可明确区分 那你这种 如果有新增的 那只能作为 原合同组成部分 这实际上说的是 一个组合产出的事情 那按照 单向履约义务 确认收入 所以这种情况 还要调当期的收入 这我们要清楚 好 这就可以到这里 谢谢大家